這個總長 剛剛那個管碧琳委員苦口婆心的在 希望說你們能夠針對一些偵查的過程裡的一些錯誤 能夠承認錯誤 那我們看到部長毫無反省能力 那個總長你也斬釘截鐵說沒有錯 從頭到尾你都沒有錯 我真的坦白講管委員是 坦白講真的是對牛彈琴 那我不曉得部長你有沒有在看偶像劇 你有沒有在看偶像劇 我說那個總長抱歉 總長你有沒有在看偶像劇 我覺得你可能是很忙著在監聽的藝文 最近有一個偶像劇很紅叫做半折之術 他說部下的功勞被上司所佔留 但是上司的失敗卻是部下的責任 我覺得坦白講這整個案件包括立法院的見面 從來沒有這個心態說部下的功勞我一個人來 就反正 我們這個案子的見面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我們的調查小組也有 或者是部長你的一些說法 這真的就是半折之術裡面所講 我坦白我非常的痛心 那我也建議部長你心情其實要沉澱一下 因為你上來備詢 你所講的話 跟過去講的跟馬總統講的跟江院長講的都不一樣 你剛剛跟我們報告說 8月31號晚上11點半 你回到這個官邸或者是 特徵組 然後總統馬上要打電話給你 所以 這個又決定說921號你要去跟他報告 那 你心情沉澱以後我告訴你總統在接受周一寇的講話到底是怎麼講 我沒講11點半我說大概11點到12點 沒關係 總統跟我約第二天 周一寇問他說8月31號接下來有沒有綁客 也 有沒有打電話 總統說他沒有打電話 總統說他8月31號見完這個江議化之後 你聽我講吧 他就說他沒有打電話 然後呢 周一寇問他說那你是什麼時候決定再請 這個黃世民來呢 為什麼想了一個晚上 突然 因為馬總統自己講啊他說他心情需要沉澱啊 所以他想了一個晚上 這個馬總統就說 第二天早上我是看完報告 我還是覺得有不太了解的地方 所以他講 第二天早上 這總統講的 我很確信 等一下那個總長我再講 那 這個 周一寇又問他說那9月6號之前你們有沒有再見面 有沒有在通電話 你剛剛自己講說9月4號你要去跟江議化院長總統要打電話告訴我們 所以總統講的這三次話跟你剛剛講的話都截然不同 那 你有沒有確信 我再問你你剛剛講的說8月31號打電話 我很確信 你確信嗎 時間點應該是在11點到12點 OK 而且我講過了 我接總統電話的時候我人在 楊主長的車上 剛好到宿舍 我跟他通電話他都有聽到 好這個就證明說總統 總統 日理萬機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 日理萬機 講了三次 說謊的這個 這個證據還會日理萬機連連錯三次 好啦 這個你 你在這邊的證詞是 證明說總統是一個說謊的總統 是一個 徹徹底底說謊的總統 第二個我再問你啦 你剛剛說11點半 8月31號11點到12點打電話 那我問我我第一次就問你說8月31號為什麼是特徵組的楊檢察官載你去你認為時間緊迫 對不對 那你9月1號應該不是時間緊迫啊對不對 怎麼還是楊檢察官載你去呢 因為他已經聽到了 就是 就是他已經聽到就順便他 他聽到順便 第二天我們還要來特徵組加班 我再請教 就是問請他來站 那你都不會覺得說在體制上你應該還是找你的司機 國安局告訴我說是你的司機載你進去 他們絕對講錯了 所以你要進去總統官邸的時候你有沒有報告跟國安局報告說是誰開車載你進去 我不必跟國安局報告 你跟總統隨乎你要跟他講啊 不然這個人誰進來 這個怎麼會知道 我是有跟那個 那個秘書講說我的我坐車的車號 是幾號 因為楊組長的車號給我 我有跟他講車號 對對對 我跟他講車號 所以你有沒有跟他說楊組長載你進去 我沒講誰載我出去 所以都沒有盤查說這個人到底是誰就 莫名其妙一個人就載你進去 對對對我有講車號 我有講車號 那個是楊組長的車子 不是你的車子 他的車子 所以8月31日晚上進去 除了總長之外 那個部長 部長 進去總長之外 還有辦案的檢察官都跟著進去 他沒有進去他在警衛室那邊跟警衛 部長這樣是不是適當 檢察官他沒有任何行政職 檢察官 載著我們總長到總統官邸 這樣適當嗎 因為我不知道內容細節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下去了 總長 你覺得這樣適當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適當 因為他不在場 在場只有我跟總統兩個人 楊組長 楊檢察官知道你要去找總統他帶你進去嘛 知道知道 他知道整個案件 偵辦的過程嘛 他知道嘛 我們都有討論過 你們兩個就進去嘛 對進去 辦案的檢察官 進到總統官邸 那你跟總統講完 報告完你有沒有跟楊檢察官講 說跟總統報告什麼 大致上有啦 大致上有 有簡單報告 他知道嘛 你去跟總統玩 總統下達指示 然後你要跟 承辦的檢察官 交代說總統講了什麼話 承辦檢察官三個人的共識說這是純粹的行政不法 沒有辦法用 爛前追訴的來辦 這個總長剛剛已經問過那一輪 我就不再問了 九點三十五分 時間我的記憶比你清楚 九點三十五分進去 十點二十五分出來 大概二十幾分 叫這個 陳正方用證人的證詞拒解 你上次在這邊 達布啊 這個吳秉瑞委員你就特別提到說 你用哪一條辦 林秀濤 你說 吳秉瑞問你 你說一百二十五條 一百二十五條 不只啊那時候剛好有調動啊他是不是因為這種升遷不正利益交換 包括在內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 林秀濤你只問到你要問的那一句 你怎麼沒有問他呢 你不是用這條辦人家嗎 你為什麼不問呢 陳正芬你怎麼沒有問他呢 陳正芬跟這個無關 陳正芬跟這個無關 陳正芬跟這個 我不浪費我的時間 難全不追溯的無關 我跟你講 這個是非常清楚一個刑事偵辦案件 那你就這樣 而且 你叫你的檢察官載你進去 在車上又跟他討論案情 你是把整個特徵組啊都給他陪葬進去你知道嗎 我們還沒有進去 檢察官你要求他進去 就在特徵組討論過 那我問你讓檢察官主動說要載你去還是 你要求他載你去 我請他載我去 所以啊 你看整個案件啊你整個特徵組你你就你就把他陪進去 對不對 那你去跟總統報告個案 你特徵組的檢察官進去 那這個特徵組不是你的特徵組啊不然是馬英九的特徵組嗎 就是馬英九的特徵組啊 偵辦中的案件 總長帶著檢察官進去到官邸 報告個案 行政不法行事不法不會報告 這一種特徵組啊真的是大家在講說 要廢了就是這個原因嘛 好啦那我再接下來問你嘛 8月31號你跟總統報告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總統報告說你已經問完林秀涛啦 問完了 問完了 那你有沒有跟他講說你還在問陳振芬 沒有沒有沒有 你為什麼不跟總統報告 因為那個不重要 那個怎麼會不重要 傳人家來說這個不重要 他不是在現場你這個陳振芬跟林秀涛 總統你的意思是馬英九不知道 馬英九不知道 是順便問一下而已 你這個 他有問啊 他有問你順便問一下 我跟他講的 說什麼 我跟總統報告說 這個這個案子 除了王院長跟 柯建民 有承認有關說以外 另外林秀涛也承認說 這個陳振芬跟他關說 所以頭尾都 所以這個 你有跟總統報告陳振芬的政治不重要嗎 你有跟總統說明 陳振芬沒有沒有 我是講 林秀涛已經 承認 咬到 說這個 陳振芬跟他講說 柯委員有來關說 這樣子 總長 是 你辦林秀涛是用 貪污制罪條例辦 你自己講的 監聽的理由是這個 結果你最關鍵的這些問題 都沒有任何答案的情況之下 你連陳振芬你都沒有傳 坦白講這個真的是 只是你自圓其說的一種講法 陳振芬根本不在 陳索煌跟林秀涛談話的 在在場 他不重要的 那個部長 我接下來再問你 你這部 七公八老鬼 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不是我總長抱歉 這一個 8月31號你去見了江院長的時候 沒有 9月4號 9月4號 那江院長就講了一些話 我覺得他坦白講他這些講話 對你是相當不利 你知不知道你9月4號去的時候你知不知道8月31號江院長已經見過馬總統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後來看報警 江院長有沒有問你說 那你這個可不可以報告 他有沒有問你這句話 他有問 他有問那你跟他怎麼講 我說這個是行政不法 單純的官說的行政不法 而不是行事不法 我可以報告 你可以報告 因為涉及的是法務部部長還有台高檢的檢察長 所以他是上級 所以你 你不知道江一話8月31號就知道這件事 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看報紙才知道 看報紙才知道 你在偵查的秘密 洩漏給別人 源頭是從你這邊開始的 他總統跟你看完就馬上保證了 那個是行政不法不是偵查的秘密 這一個 這個我先不跟你爭執了 總統看完馬上跟江院長報告 結果你到江院長那邊 江院長撞得一臉無辜 他都不知道 他還問你說你可以跟我報告嗎 我跟你講 江院長還講了什麼 他跟你見面的時候 聽到這個後續的這個政治效應 他說 人家一定會聯想特徵組織總統的打手成為政治工具 另外一個效應就是 電話監聽 這個監聽資料作為主要市政會允許外界情緒 他有沒有跟你講 他沒有講到什麼 他沒有跟你講 政治打手 他沒有跟你講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院長的講法是這樣 院長說他想到這個後續啊 他不敢跟你講 他心裡有在低估 他心裡有在想 但是他不敢跟你講 你知道嗎 江院長那個時候8月31號就知道 9月4號他還 還在 還在官邸聽你報告的時候 他的想法是說 第一個 你這個可不可以報告 好像忘了說8月31號總統已經報告他一樣 第二個 他知道說這個引發的政治效應 江院長的質疑你都沒有想過嗎 你都沒有想過說有一天 你開記者會的時候人家會聯想你是總統的打手政治工具嗎 好像沒有講這個話 沒有講這個話 我知道沒有講啦 我說你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或者你的特徵組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想到說有一天 大家會因為 你們這種 粗糙的這個辦案程序 或者羅織罪名的這種方式 大家會對你有質疑嗎 江院長都會質疑你啦對不對 沒有他沒有這樣質疑 他後來說這句話他沒有講出來啦 他心裡是這樣 我印象記得沒錯他好像沒有講這句話 總長 這個證明什麼事情 你看 從整個事件包括8月31號9月1號 我再補充一下 9月1號 你跟總統報告的時候旁邊有沒有人在場 沒有 就你們兩個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 從8月31號 當你發動說找總統 9月1號 總統在召見 整個密集的這一種包括你所謂的這種 相關的剛剛 密集的這種聯繫 綿密的這種政治佈局 這個 總長 坦白講我真的是認為說 你並不是一個私任的一個檢查總長 你為什麼你不是任檢查總長 因為你在這個位置 整個調查完全沒有沒有辦法繼續調查 北檢的檢察官也會擔任 擔心說有一天檢查一體 也會擔心說你 俠院報復 也會擔心說他的偵查秘密也許 你都會洩漏給總統 北檢的檢察官不會洩漏給保護部 不會洩漏給北檢的檢察長嗎 所以 問亂整個司法公正 相關的這個原則 整個辦案的程序正義的原則 坦白講 總長 我真的語重心常告訴你說 你們今天所做的這些事情 你們今天所做的 犯的這些錯誤 有一天 我們的司法 或者是 我們人民的力量 會要求你們十倍蹦斑 我告訴你 我真的告訴你 我最後 再懇請總長 我上次跟你要資料 你跟我說要給我資料 在國會裡面 你跟我要 要給我資料 結果回去 資料 弄了以後 你的 辦公室 保護部回個函給我說 這個沒有辦法提供 因為你忘記了 你的部署都沒有幫你記錄 總統府的 委員要 總統府官邸的 要總統府來給 我建議部裡說 有部裡來調 向總統府來 我們不宜 去跟總統府 總統府就跟你 都講好了 就不提供 不是不是 我去店 你的辦公室 總長 我去店保護部 總共九次 總統府七次 你們就是拒絕提供 因為這個次數 你可以在國會 差一次就很危險 你在國會裡面 你所說的話 你可以前言不對後言 你自己說要提供 結果又不提供 我是很願意 但是因為我 他沒有登記得很清楚 要是差一次的話 那就說我說法 所以還是正確性 有總統府來提供 比較恰當 我是這樣 跟法務部反應的 由法務部去函 跟總統府去要 這樣子 好 總長我最後 我時間到了 我最後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好 你剛剛自己 已經露線說 八月三次要總統打電話 九月四到總統又打電話 很顯然的 九月六號以後打電話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我再問一下總長 總統的手機是一個郭姓跟零姓的隨乎 這個手機是0935 的電話 就是那一支 就是那一支 在你就任總長 以後 你有沒有跟總長通過電話 開始的第一年我記得要連任屬要成立 總統有打電話問我的意見 你有沒有跟他打 你還是有嘛 之後好像兩三年兩年都幾乎都沒有通 不是我現在你就任總長以後 就是第一年有 連任屬要成立 以後都沒有 可以查我的通年紀錄半年幾乎都沒有 你就提供通年紀錄給我們 你又不肯 我跟那個 你肯不肯 你公佈你跟總統之間的通年來講 這個對你來講這個沒有什麼 什麼個人資料保護的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有什麼問題呢 政府的官員 不可以隨便打印 你上次就是答應我 你還說你隨便答應的 我是說總統府的近幾次啊 這個我答應 但是呢 應該由總統府來提供比較恰當 那怎麼會是你個人的資料你為什麼不能提供 你個人的資料你為什麼不能提供 我出境總統府幾次 這個 應該由我來提供 我願意提供 你願意提供但是你又不提供 你怕跟總統 我無權提供 我無權提供 那個那一部分是我無權提供 只要由總統府來提供比較恰當 我是跟法務部這樣建議 由法務部去涵 我是你建議的喔 我跟法務部要資料結果你跟法務部建議喔 你沒調查的對象你本來就要回避啊 你還跟他建議 不是 主席啊 我當然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講法 我們國會在行使調查權 你這個是干預我們調查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是 最高檢察署沒有這個資料 你還跟他建議說這個你不要提供 他不正確 你要跟他這樣講 那個 我們是建議法務部 總長 總長要不要跟你講 你要提供的資料是你要提供的 總統府是另外一個機關 你比較大還是檢查中長檢查 我們最高檢察署沒有登記 沒有登記 怕有錯誤 你開什麼玩笑 不是沒有開玩笑啦 部長 總長跟你講說電話先不要提供啊 那個進出紀錄先不要提供啊 不是口頭講是有一個函 我們有看到說他們那邊沒有資料要法務部看可不可以提供法務部也沒有登記的資料 所以我們才說 好啦你們自己落線啦 反正就是那張函是不是你們給我的是 高檢署先跟你們講你們才不提供的啦 我夠大啊 我夠大啊 我們是想哪個單位有哪個單位 你要釐清真相你就是要調查黃世民啊對不對 怎麼黃世民講的話你們照單全收 開什麼玩笑 你們調查教署怎麼又有責任 怎麼會有結果 他們會斟酌他們在調查的範圍 我跟你講啦這個其實劇本早就寫好了我坦白講 不是不是 先 馬總統跟江議員都切割 說這個都是行政調你來講我還有問你說你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有沒有講清楚這個到底是什麼你跟他講行政調先切割 然後總長說這個是舒思 是那個鄭勝元檢察官 這個馬總統劇本早就寫好你們調查小組都不用開了 對不對 這馬總統 推卸政治責任的萬軍計劃嘛你們都逃跑計劃大家劇本都寫好了最後不了了之啊 不是這樣嗎對不對 我一開始剛剛就問部長說 那要不要約談馬總統 我沒有設限因為調查什麼範圍不是我決定的 沒有設限的結果沒有調查馬總統 有沒有調查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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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話你講出去啊 怪不得剛剛廣安委員在這邊講你完全沒有反省能力 對不對 你就接受檢驗 我坦白講 你們今天的這種違法亂計回線亂證 人民真的是叫你十倍奉還我不騙你 我沒有提供了 有一點奉還要去南海中 你去南海中 有一點奉還要去南海中 我剛才會發生什麼事 真心的意志,它是真心的意志 我も要去南海中